Hello Ananda 相信小伙伴们曾经在电视上都看过一部非常有名的科普节目 走进科学 里面很多的故事都非常的悬 故事氛围塑造的是极其的代感 加上各种诡异的BGM和音效 真的是让人不寒而栗 你们家确实有鬼 可每次看到结局都会觉得自己的智商早到了侮辱 那么今天传播就来大家盘点一下 走进科学中那些奇葩的小故事 排名不分先后 第一位 发骚的楼道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 一辆消防车的警笛声划过了天空 大家还以为是有哪一家失火了 然而并没有 一群消防战士正在对一个居民楼道里扫来扫去 原来是有人报案说这个楼洞有异常 全副武装的消防队员拉起了长长的警戒线 并果断地疏散了人群 事情的起因是这个样子的 一堆小夫妻养了一条狗狗 每次留完狗回家的时候 他们路过这里 狗狗就会表现得十分反常 不分白天晚上 老师对着这个过道叫个不停 难道楼道里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后来这个楼面居然还冒烟了 居民们很害怕 所以就请了专家来调查 一开始专家怀疑难道是地震的前兆 不过这个观点很快就被打破了 目前看来 短时间内人家没什么大的问题 这下就纳闷了 再看看这个小狗狗叫得那么凶 难道这个地方真的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或者有什么冤情 因为他们小区其他的楼洞里都没有这种情况 实在没辙 大家只好出了最后一招 直接砸开 拿锤给它砸开 终于发现了真相 原来是之前施工的建筑工人 把剩下的生石灰给埋在了这里 再加上最近雨水比较多 生石灰就发生了化学反应 地面温度升高到了69度以上 因为人都穿着鞋子感觉不到 可是小狗狗是光着啾啾的 烫烫烫啾啾 每一次走到这里都会被烫啾啾 难怪狗狗走到这里就会叫 这个小狗狗也太可怜了 我太难了 第二位 僵尸男孩 僵尸这个词听起来就很恐怖 但是这么恐怖的东西 居然就发生在了一个年仅8岁的小朋友身上 这个小朋友在和同学玩的时候 不小心摔倒了 晕了过去 等他再醒来的时候 就把你起来了 这样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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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个目光非常侠人的 他是好像要吃人的目光 吃人的目光 是这个样子的吗 可等这个小朋友恢复平静以后 完全就不记得他刚刚做了什么事 他们当时说我 乘降师 我当时不知道是什么回事 大家都开始议论纷纷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 皮血的那种皮血的一样 我很没 我男孩 这都什么年代了 还有人相信这么无稽的事情 爸爸就带着个小朋友去医院做了检查 孩子的身体一切正常 没有任何毛病 可回家以后呢 病情就更加严重了 他说我是被你们书家杀害的左宗堂 左宗堂 八岁的孩子就还知道左宗堂 我不信 难道真的是有僵尸啊 整个节目的氛围也开始紧张了起来 你第一个什么东西带他 他就这样的 哎很满足的这样甜 这样甜 哎又甜又笑的 之后他的行为越来越向僵尸靠拢 两脚一兵 两手一兵 那都往前头啊 能够抢僵尸那个样的条 难道是林郑英的电影看多了 终于呢有一个一审和这个小朋友开始深度交流 发现了事情的真正的原因 原来是孩子的父亲常年在外打工不怎么管他 儿儿的父子相见还会对他实施 家暴 所以对孩子造成了阴影 这孩子只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可以博取他老爸的同情 回来之后他又是打又是骂我的 你还是不是人呢你 这也太可怜了吧 这种事情难道不应该去上普法节目吗 我真的是看得满图分好 第三位 鬼拉登 说到跳闸大家都不陌生 跳闸呢也算得上是家里用电的一个保护功能 可是有规律的跳闸 真的就是闻所未闻 一对老夫妇在村上建了一个三层小洋楼 但是没过多久 家里就发现了奇怪的异象 这个老人呢也很纳闷 偏偏都是每天夜里两三点钟的时候 灯他就自己亮起来 老人第一反应就是家里进贼了 难道说 家里有小猫 于是呢他就准备来一个现场蹲贼 可是他蹲了一个晚上连个人影都没有看到 可是他家里的灯还是亮了 周围的村民就开始议论纷纷 大家都在说 这就是传说中的 半夜 鬼拉登 好恐怖啊 老人呢又去请教他们村子里唯一的大学生 结果呢还是什么问题都没有发现 这下就邪门了 整个村子只有他们家是这样 再搭配上各种诡异的BGM 老人发现在白天电灯也开始莫名的亮灭 连我都开始怀疑 难道真的是有什么鬼怪作祟 此时老人就突然想起来 他们家这个屋子占用了他死去大哥的房屋 难道是他的大哥来向他讨债了 我有点怀疑 他想给我要点东西啊 自己也罚了 他在欠了 欠欠欠欠 你都知道个欠你 老人也开始害怕了起来 就请了驱魔半仙来帮忙 你们家确实有鬼 你要想如果把鬼杀死 还得需要拿点香火去 你现在就拿六位块钱 我也不给你多用了 我是你个怪 你们这几个神棍分明就是来骗钱的好吗 做完法事了还是没用 看来这位大爷要被冤魂缠一辈子了 那真是叫这个神棍下来就是缠了 我真是我都死就回来了 就在节目都不想再录下去的时候 刚想供电公司人来例行检查 这场闹剧的真正的原因竟然是 见他一下 发现他开馆里边有一块螺丝松 有一块螺丝松 闹了半天 就是一个小小的螺丝松啊 工电公司人把螺丝上去以后 就再也没有这个问题了 我的天 村里那个唯一的大学生留下了眼睿 第四位天降神冰 天上掉下的东西大家都很宝贝 一颗陨石划过的流星 你会很浪漫的去许愿 那如果掉下了一块冰呢 接下来上场的这位大妈 他在田里更重的时候 天空划过了一阵巨响 一个雪白的东西落入了一旁的树林中 天啊掉东西掉的什么了 这是 在我看来那不就是一个冰雹吗 不过专家说那天的天气很好 根本就不可能是冰雹 就是天气特别稳定 就是没有形成这个冰雹的一些条件 村民们就觉得这个东西一定不简单 难道是王母娘娘摇石里的水流了下来 村民们纷纷就把冰块塞入了嘴中 拿起来就搁嘴里要尝一尝 大哥难道你不怕这是外星来的 说不定有什么病毒啊 不过村民们无所畏惧 他们深信这是上天的恩赐 有的说这是天水 无根之水 能治白病 我也舔了 我舔点头的还是 咸的还是苦的 村长呢就赶紧找来了相关人员来调查 有些学者也开始怀疑 难道是外太空的允冰 可是经过验查 发现根本就不是那回事 冰块在地球水的范畴内 所以说我们认为它可能更倾向于地球上水体的组成 难道真的是王母娘娘摇石里的鲜水 就在事情一筹莫展的时候 一位飞行专家说出了事情的真相 这点其实还是 还是有航线的这个地方 有航线 我明白了 原来事情的真相是 飞机上的排泄物 混合处理成的冰块 为了防止有气味散发出去 你想飞机是个封闭空间吗 那么它本身呢 是用这个真空把它压进去的 压在这个储存器之后呢 还要给它对用一定的化学这个药品 这些化学药品呢 就是让它保证把没有味道散发出来 啊我再想一想刚才的村民 我也舔了 我也舔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以后出门在外不要乱舔东西 第五位 吐血奇人 接下来上场的这位主人公 他有一个特异功能 据说想吐血就吐血 他能随时随地口吐鲜血 我严重怀疑难道你是合技工学的 接下呢就开始怀疑 这个人是不是为了火 在嘴巴里含了东西 演员们拍戏时 嘴里含着这些特制的道具 这位老兄呢 为了证明自己是一个奇人 在他吐血之前 还来了一个热身运动 这两个人的体重夹起来 恐怕不轻 但龙永光 却能轻松地 让他们站在自己的肚皮上 大哥你踩到哪呢你 这就是传说中的 段子绝孙猪吗 然而这只不过是开胃小菜 真正的吐血好气 才刚刚开始 先来一套热身操 他的表情好像越来越痛苦 慢慢的一股红的 甚至有些发黑的液体 从嘴角流了出来 表情越痛苦流的血越多 可是他的表情是痛苦吗 我怎么感觉像是便秘 这个人他不仅会吐血 还会吸血 他能从嘴部够得着的任何部位 吸出鲜血 而不留下任何伤口 啊 吸了以后还不留伤口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 种草莓 他还自称 他这一切都是和他爷爷 学的气功才有的本领 吐血这个特殊的本领 正是爷爷传授给自己的气功 哇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 盖世武功 当记者看了一脸懵逼的时候 只好去找了一个医生 来帮他检查检查 然而事情的真相竟然是 现场这个是牙银炎所制的 口腔出血 牙银炎 牙银出血 我的天 看来以后 我真的是吐血了 第六位 UFO一云 大家都知道UFO事件都非常的神秘 每一年UFO的目击者也是屡见不鲜 就在05年的一个晚上 一道诡异的光线划过了监视器 这个发光的不明飞行物 表面略带凸起 像一个长长的飘带 难道这是一个海带巾 据值班人的回忆 这个不明飞行物 用了几段时间飞过了厂房的上空 而且以厂房为参照物 这个飞行物至少有三米的直径 从这个飞行物的外形上看 显然不是人造的飞行器 一开始有专家怀疑 难道是昆虫或者是鸟类 速度这么快 体积又那么大 鸟类根本就无法做到 所以这个怀疑就被否决了 当天的天气还有些小雨 大家却开始怀疑 有没有可能是天气的原因造成的 结果过了几天 监控又捕捉到了这个玩意儿 5月31号夜晚 神秘的飞行物 又在药厂上空出现了 而且这一次是晴天 天空中并没有下雨 难道真的是UFO 这个事情在当地也闹得沸沸扬扬 大家只好去找一个 董行的人来问问 他们找到了世界华人UFO 目击者调查部的人来调查 这个调查部一听就很牛叉有没有 这个调查员说出来的话 真的就是专业 跟这个就是国际上 那类叫飞棍的 就是不明飞行物 特别的相似 专业 原来这个东西叫飞棍 节目组后期立刻加上阴间特效 再搭配上诡异的BGM 看得真实让人不寒而栗 节目组呢也有了大胆的猜测 昆虫在远古时期 可能曾经有过三对或四对翅膀 难道这些飞棍 是至今为止尚未被发现的 远古生物吗 难道是远古生物重返地球 虽然他们在节目里讨论的很激烈 可是我在看这个飞棍的时候 总觉得这不就是一个会飞的小虫虫 他们就开始安装更高配的摄像机 开始捕捉这个飞棍 结果真相竟然是 真实是一只一只 一动的飞蛾 特殊的这个发光飞行物 应该是这种飞 飞舞的昆虫的误刃 我当喵的看了半天的UFO 就看了一个寂寞 今天一口气看了那么多的科学知识 我感觉整个人都变得聪明的呢 其实呢还有很多有趣的单元 如果点赞速很高的话 我还会继续出这个系列的续集 摸摸哒 完结也撒花 归球各位小伙伴给我点一个订阅 大头虫是虫哥说电影在油管的唯一账号 你的订阅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摸摸哒